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金牛座冠名播出 能够真正的绽放吗 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但你会清晰地意识到你的影响力也好 名声也好 跟微博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甚至更大甚至更重要 那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那你现在似乎非常好的吻合了这股新的技术 带来的这种情绪也好 力量也好 我像是一个被选择的人 就是被选择的人 喝好水啊 跟女人聊天会不会很无聊啊 行 差不多了 你怎么来了 刚才说起你的是怎么样的 那折不死了 我现在比台湾上都不自卑 我操了 就实在不知道该问什么 就还是蛮美好的 蛮舒服的下午 但可能我记住气道去跟我惊醒的下午 充满期待都是有问题的 而且不知道我会试着问 我就问不出那种 疾风就是很难啊 那种对话 因为它不是这种路的方式 就没办法 因为我其实说实话了 我看完这个表情 我有点高提 其实 为什么 我想找到十三腰的一种 那种东西 你怎么评价你的演艺的成果 我觉得我至今没有遇到一个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的这样子 新获得的一个国际性的名声 跟你缺乏一个真正代表性的作品之间的分离 交着吗 有过 现在习惯 我觉得这些艺人毕竟 他需要保护的东西比较多吧 我不知道 这话怎么说呢 我觉得其实你没有重视他 就我是感不开啊 就任何的东西山路台下去 就他没有回音的 到底是 他不让你回 还是 我不知道怎么问 不是 你从内心就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回 有可能吧 严重的偏见吗 不是 当然也不一定这么多 可能还有更多的就是 特别害怕 我们失去这种诚实感 对姚晨可能也不公平 因为就像你说的 这也不是他的全部 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 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 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 我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 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 我还开一家书店 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 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 显薄的时代 心怀不满 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 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的 新的动力 新的情绪 与人们的内心世界 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 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 后被再次印证 这一天我的印象是非常的炎热 然后被塞进一个面包车里面 沿着东四环嘛 去往一个家具城 我觉得我还在像做一个一次小小的旅行一样 去通往一个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 建一个我不太了解的个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这个 在里面是吗 坐啊 坐啊 脚在出来一点 你坐会儿吧 坐在一个沙发上面 在等待他的到来 周围的环境对我来说 这都是一个虚假的环境 也有某种不舒服吧 那么觉得自己像一个娱乐记者一样 在等待一个明星的出现 我担心的空洞吧 因为我崇拜复杂性 我崇拜的那种多层次 因为他当然是个可爱的人 但可爱的人不一定丰富啊 而且明星时代最可怕的一点就是 一方面过度被滥用 一方面被过度保护 他们的生活是没缺乏感受 对 对 太冷了 好电 好电影 然后有一阵我几乎睡着了 我在听音乐看书的时候 我想现在是他的一双白球鞋吧 好电影 好电影 先生 您好 你拍完了 还没呢 你比我想象的矮 真的吗 你想象我特别高大窥我 挺好 你赶紧拍吧 拍完怎么得了 你倒是比我想象的高大 对 看了他的表情 我一下就放松了 就之前的焦躁也没有了 那边塞的全是真的书 真书 好可惜啊 都是什么教材之类的 特意去攀调眼找了 好 可以了 你就这么开始了 真的这一天 但我就问你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这个新的名声 要改变你的生活了 那我第一次被偷拍吧 什么时候 像往常一样去书报庭买杂志 突然间看到 南途娱乐周刊上有我的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我说 那个穿着黄T恤 白短裙的人 怎么那么眼熟 那我就看见了我自己的名字 一点而不夸张 当时我含毛倒数 因为你看到里头拍了你自己的家 就是他从窗户外面拍的 你在那打电话呀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感觉太差了 就是被人跟踪 被人窥视的那种感觉 很令人恐惧 那你知道未来会一直有这样的 就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习惯了 那好的方面呢 还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吗 就开始出现了 你肯定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机会 你的片酬涨了 你对自我的定位发生变化了吗 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 或者说更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比如说我老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排过《暗恋桃花园》这个剧目 我们老是是想都不用想 就是让我去演云知返 没有人想过让我去演春花啊 连我自己也不会这么想的 但很显然你毕业以后 他也演了一个像春花一样的角色也红了 这个真的是 你也说不清是什么 是命运安排 所以她是一个有点错位的名声和成功 我其实原来就跟今天从你这走出去的很多女性 那个气质的感觉 对自我的认知是那样的一个 突然间有这样两个角色完全打破了你对以往对自我的一个认知 发现本质上自己就是个农夫 所以你发现就是 就是你的自我认知其实 有时候不一定准确 嗯 你对采访一个像姚晨这样的明星 就是没采访之前你内心的期待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都挺容易去概念化的理解一个人 而且就是可能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更容易从一个 特别思想的抽象的方式来理解世界 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你有这很多智力上的傲慢嘛 然后这种傲慢有时候 其实会妨碍你知道很多事情的层次 我觉得你还挺好看的啊 我有多有真牛 刚才你在里面拍我拍你侧面啊 隔着这个帘子啊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有点妖气的 我听姚 对 你觉得她跟你捕捉准确吗 我说实话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 我第一反应说很难看 但是你再仔细一看 你会觉得那个感觉很熟悉 因为你看久了自己的时尚照片 你会已经变成一种惯性的一个审美思维 后来你蒙的看见人家这样的自己 哇这个感觉是久违了的那种感觉 被时代周刊称为最有力量的女人 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 那感觉让你又害怕又觉得很新鲜 你怎么评价目前你演过的角色呢 比如说哪个事你觉得是个重要的非常重要 当然它会有的使你成名 但这个跟重要不两回事 哎呀我觉得我至今没有遇到一个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的这样的角色 你焦灼吗 焦灼 对一个快40岁的演员来讲 当然会焦灼 但你又知道演员这个职业是有太多的不可控性 甚至是被动的 那你会觉得有种怎么说 分离感就是你一个新获得的一个国际性的名声 跟你缺乏一个真正代表性的作品之间的分离 有过 当然有过 现在习惯 我现在也觉得我在干的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很重要 人生中确实也不止只有表演这一件事情 虽然我很爱他 确实非常爱他 但是 我只能会说服自己说 也好 所以你还没有碰到自己新的角色 你还在奔跑 如果你有天真的演了 那你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挺好的 天平度的发挥作用 那你说马莲莲梦露 他已经到达了我们说是这个人生变峰了 但是他最后也没hold住这一切 我觉得姚晨可以hold得住 我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 他为什么能hold得住 可能是从小的成长环境也好 或者他自然性格的朴素感 可能特别强烈的质朴 就拯救了他甚至笨拙 拯救了他 所以是94年来 93年 93年去的 到时候对北京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就觉得北京好大 大的让人觉得自己好渺小好渺小 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到舞蹈学院的时候 爸爸妈妈一走 宿舍里就哭成一片了 就我一个人躺成还是挺高兴的 就觉得多好呀 终于来北京了 能去看天安门 说不定有一天我还能成为一个舞蹈家 多棒啊 然后一直心里抱着这样的一个念想 也觉得或许我是隐藏在民间的一个舞蹈天台 后来发现念到二年级以后发现 不是这样的 发现就发现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缺乏天赋吧 就是我很爱舞蹈 我也会欣赏舞蹈的就是美 但是我达不到 它会是很大的心理阴影吗 就是你发现了 但是你又在这个环境中 你也不可能逃出去 所以你就想那是不是我努力我就可以 嗯 但是发现后来情分也是无效的 嗯 97年毕业的时候 嗯 那时候你对自己怎么想呢 未来或者 我当时就是想考解放军事学院 嗯 其实我那年也考上了 但是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全班都是 福州歌舞剧院 这个代赔班嘛 嗯 我们必须得回到团里 否则的话就要交罚款 我们是十万元罚款 挺多的当时 很多 对对 尤其对于工薪阶层来讲 所以当时就 哎 很无奈的就回去了 就他跟我讲的 他喜欢坐地铁嘛 他在成名之前 坐地铁 他就住的很远天通院嘛 他就是一个来北京 这个寻找机会的小姑娘嘛 然后他就 没事可干的时候 坐着地铁一圈又一圈的这个转涌嘛 其实他既是打发时间 也是一种 其实困惑呀 人生的困惑 你脑子中是不是 事先置换了一些东西 你的生活经验是 是很固化的 基本上是在一个书本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景里面 我就一下子想起那种 我看德莱塞斯写的《家里妹妹》那种 他一个小镇的姑娘 到了芝加哥 这么一个突然膨胀的一个巨大的城市里面 那种困惑 然后我对姚晨怎么能保持这种平衡感 是蛮感兴趣的 就他的舞台很明显的一步步跃升嘛 因为说他总还能够保持大概坐地铁的姑娘那个劲儿 就他内在的浓荣意识 这个东西我还蛮好奇的 对 1997 98年是在福州 对 回去以后吧 那个日子变得很可怕 我为什么说很可怕呢 突然间没有人监督你 每天就是到歌舞团里头点个名 集体开个会就散会了 然后团里排什么剧目 都是半舞 你知道因为我们在舞蹈学院的时候 天天老师给我们灌输 都说你们何止是千里挑一 你们都是我们万里挑一出来的孩子 你们都是天之骄子 所以我们从小就培养了一个那样的 自己还觉得感觉非常良好的一个 这个心理状态 结果突然间就感觉 就掉地下了 后来我就又骑着单车 就开着满城就乱转 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肯德基里头 在肯德基里打工 所以我就变成白天在福州购物剧院上班 下午的时候我就去肯德基干活 多久这个双重生活持续多久 大半年吧 嗯 那那时候比如说在战民剧团这样的生活 往往这种生活 人会特别渴望爱情 它像一个逃离的方法 嗯 你有 是吗 我怎么都结巴了 年轻时候就是追求爱情 对啊 嗯 哦 对 你要正说 在肯德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经历很帅 但也只是 只限于爱恋 后来我们老拿这个来开玩笑 就是一个叫Tony的一个男生 嗯 那时候我们还经常一块 嗯 大家 就我们好几个好朋友 嗯 一块去海边玩啊 什么的去旅游 嗯 它完全跟我歌舞团的那一部分生活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非常非常的单纯干净 我觉得好浪漫呢 就那种 没落的剧团的女演员 有一种特别的好感 她要是强 她要是成功就不好了 她没什么事情干 那种 那种 那种懈怠 厌 然后又有封闭的生活 我觉得有一天我记得我坐在那个凉台上 就看着对面平房 就 大家可能都在午睡 然后有一只猫就在那个方亮上 啪啪啪啪啪啪来回来跳 我当时想 这样的生活 我再也不想继续了 后来我就想了说 是不是去跑跑场子呀 我记得当时 跑第一天那场子 嗯 就是 就 我们不仅有跳舞 还有负责唱歌什么的 人家就送了花篮 就要敬酒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走出那个 其中的一个场子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女歌手 被一群男人围在中间 好像是要她去另外一个地方 不知道是要干嘛 然后那女歌手说 说我还有场子要跑 可能去不了 话都没说完 直接就肚子上挨了一圈 然后就一群男人就把她围住了 就拳打脚踢了 看到这一幕 我决心 我绝对不再来 反正就知道自己不能留在福州了 于是后来我就又北上了 于是后来我就又北上了 我觉得姚辰身上代表那种我所谓的小城经验 其实是我们这代人的普遍经验吧 面对北京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外省青年 小镇青年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世界的时候 北京就像某种更大的一个小镇和外省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在寻求一种更深刻更广泛的经验 三里屯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笨拙的 有点不知所措的 然后我对着她那个三里屯的那个大楼 都是卖的时装品牌的大楼嘛 对我来说那是我拒绝或不屑的一个世界嘛 姚辰个人她既属于那个世界 不完全属于那个世界的人 像一个小小的bridge一样 一个小两一样 那种来迎亲的感觉 好久没在三里屯等一个女人等这么久了 有人都会盯着你 对啊 还不舒服 关键是我在三里屯公开跟另外一面 就男性逛街 谁会那么喜欢天天有人这么开人 你又得一直低着头走到那去 天啊 真的要憋掉了 烦死我了 在这里欢迎光临请进 好 你到底干嘛呀 今天要坐头吧 不会吧 你别吓我 我们把你请到VIP 最好什么都别动 什么都看不出来就行了 什么都看完就不用问了 对啊 是啊可以啊 别这样 你都答应来了 你这个不坐下来 来吧 坐吧 这些太可怕了 我不想变啊 我完全不想变 今天我们是准备强性变一下 不要强性变 不要这样 大家知道女明星有多痛苦吗 就是往这一坐就非常非常 那你体验一下做明星的烦恼 其实很枯燥 但唐老师化妆确实是 化完这妆有时候都舍不得喜 真的 希望就是说这个人不是化出来的 这个人是长成这样 这个说的好 这个说的好 这个好 你看杨晓就长得美 不是我化妆化的 这个补充的不好 就补充俗气了 嗯 比如说你想一个句子来描述姚晨 你会怎么想 你觉得他给你那种 最shocking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其实特别坦白说 他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惊人的平淡 嗯 过去十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一个平民的兴起 平民从来没有过 获得过这样的一次表达机会 因为是新技术原因 而杨晓身上就有某种平民精神 同时他又理解自己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一下就获得了整个的社会的情绪 嘛 那个《武林外传》的兴起 跟互联网文化的兴起 还挺重合的 他们在网上有巨大的影响力 你是有什么感觉 他一定是给你自信的 但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像踩的狗屎鱼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在微博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呢 真的 我不是一个很懂网络的人 本能地对网络不信任 说实话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还为他很苦恼 突然就让我在微博上又有了影响力起来 就看有很多人看你在干什么说什么 正好用微博开始写跟难民有关的事情 但我前一两年写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都说实话都没太搞明白 你写的东西肯定也不会多自信 哎呀被骂的狗血喷头 自己家事都没操心明白 你怎么不去大梁山啊 你还跑到这个 简直就是做秀做到国外去了 当然肯定是很委屈了 他确实需要你有一个心理调整的过程 就是我 他的平民精神 他的某种真实感 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平民社会的自我投射嘛 同时中国进入世界 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人代表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 对世界的影响开始发生呢 商业领域可能有马云这样的人 文学领域有莫言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是代表这样的东西 那快点明星领域 中国出现这么一个演员 他身上这种公共精神 这就是一个非常契合的一个东西 他也试图驾驭这个东西 10年成立合国打电话给你嘛 是难民署 那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难民 说实话 当时我经纪人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是阿基琳德·朱莉做的那个 他说可能是他没有提到 我说那可以做 这是偶像的力量 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呢 我当时是因为喜欢布拉批克 什么人呢 先去第一站是去哪里 菲律宾马尼拉 什么感觉 第一年去完全是稀里糊涂的 他们讲的故事对我来讲 我觉得距离我好遥远 待了多久第一次去 前后一周 前后一周 有没有你特别真正震撼的一次 我们探访 埃塞俄比亚 对阿塞俄比亚 我们降落的那个机场 也是我见过最草率的机场 一片红土地 我们到那以后就看 我说那有龙卷风 然后他们说不是龙卷风 他们叫热气旋 后来我一看 好多地方都有 那个景象像在梦里头才出现的一样 然后到处都是 白色的帐篷 红色的土地 红色的热气旋 蓝色的天 特别蓝的天 特别蓝的天 后来我们去到他们的难民营 在一片红土荒漠中 就布满了一个一个白色的 还有彩色的帐篷 那个难民营 我们去的时候 刚发生过枪战 就是他们内部的那个枪战 我们探访的第一个对象 就是在一个窝棚里头 我才知道苍蝇可以在那么热的情况下 生存的那么好 那个窝棚里全是苍蝇 成群结队的 生活中我们看见一只苍蝇 都要把它赶出去 那个赶不出去 那个感觉是你进了它的地盘 我旁边坐的一个非洲的一个妇女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它的那个身上的那个气味 我说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气味 那苍蝇就落在它身上 脸上 嘴上 睫毛上 鼻子上 我都看呆了 我有一两刻我都走神了 我都没有在听它在讲什么 它就很急剑的在说话 然后那些苍蝇就跟着它的嘴上下动着 它也没有伸手去赶它们 我那一刻我很强烈的感觉 我就在这一片这样的一个贫瘠的土地上 就是生命都变得好卑微啊 就跟这些苍蝇一样 以往的那个那两次的探访经验都用不上 什么想以情动人什么 就这种你 你都觉得自己第一很多余 第二你觉得那样很残忍 我没有办法问说 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啊 你有没有思念过你的丈夫啊 就问不出来这些话了已经 那你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吗 尽管每年的不长 但是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冲击 你觉得你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变化是 我开始感受到他们的 感受到他们经历的一些事 那比如说 你生活在北京 坦白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是非常麻木和无感的 更别说到了没心没肺的 非常浅薄的 娱乐和时尚的行业 那你在里面会觉得很不舒服吗 或甚至是气氛 为什么你不 大家都对这些不感兴趣或者 不愿意去 我不气氛啊 因为我以前也不懂嘛 嗯 我只是比别人有了一个 我不知道 就我觉得是是是 命运给了你一个机会去了解 了解这个世界的另一面 记得当时那些非洲的小孩穿的翠绿的 上学的那个统一发的袍子 黑油油的脸 眼睛里亮晶晶的 那民主人不让我们带吃的给他们 但我还当时偷偷的在兜里头 揣了好多个棒棒汤 嗯 我觉得哪怕只吃一次呢 那也是美好的滋味 我就给了一个 我们探访的一个小孩 那孩子拿棒棒汤 第一时间就转身冲出去了 我以为他就是跑去自己享受 后来我才从我们摄影师的拍的图片看到 他把糖分给了旁边其他的孩子 他们一块儿含的那糖在蓝天下面 笑得特别开心 嗯 这些孩子的脸 都是 都是一脸憧憬 如果现在巴西伞出了事情 他给我死了 嗯 你觉得你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 最重要的遗憾 就是 没能看见 看见我的小孩成为一个夫妻 就是他的描述能力 比我想象的强很多 他描述他去南民营去非洲那种感受 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感受 那颜色 声音 他南民那种脸上的表情 这我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 这个生活经验成为了你的经验的部分 对 其实你对于是说的特别 就是说 本身上我是个拒自私的人 我是个偷窃者 某种意义上 就是他的这些东西刺激了我 或者点燃了我 都是对我特别大的一个enrichment 我的一个提高丰富 所有这些经验也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演员吗 你觉得 我觉得是的 让我对 对人生对人的理解都比以前要 要丰富了 不再只是简单的去 读解人性 你觉得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吗 他是个动人的 或者说可爱的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不是伟大 就这个是我们时代的悲哀 我们时代的悲哀是什么呢 就所有人觉得最牛逼的人 只不过是成为一个正常人 就是这个时代最牛逼的人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时代 年轻人最喜欢的 像罗伍浩这些人 他们觉得最牛逼的教育 就是没有教育 就没有受这些污染 就说大家没有意识到 在这之外有一个更伟大的东西存在 他可能是学者里面 演员里面 作业里面 他们就有辉煌的 深刻的 就这些东西在这个社会 大家还没有能力去欣赏这些东西 甚至因为他见识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他以为保持自然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时代 本质上就是一个非常匮乏的时代 要真心呢该难过吗 我觉得他会难过 就得知自己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就是说面对真实的自我 就像我意识到我自己成为伟大的作家一样 就是也是一个到人到这个年纪就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节目包括我们的时代 我们对每个人的理解 能够理解出自己真实的成色 真实的水准 然后我们还不放弃 自己愿意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种水准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了 我昨天也一直在回忆 我说这么多年 我看过这些书里头 有哪一本书 让我 就成年以后的那一本书 让我印象深刻 我想起我大学时候 我看过黑泽民的那个蛤蟆的游 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就像一部电影 很有画面感 可是让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是他的那个序 这么多年 他的这个序经常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 那序它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在日本有一个民间传说 就是日本的深山里头有一种蛤蟆 就是这个蛤蟆长得极其丑陋 身上有好多只脚 当地人经常把它抓过来 抓住以后就放在镜子前面 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这么丑陋 就下过了一身油 这种油呢是很珍贵的药材 可以治疗烫伤啊 就是一些伤痛 黑泽民就把自己比喻成了 这只丑陋的蛤蟆 就是说他想他自己回顾晚年的时候 晚年的回顾 他就觉得像站在镜子的前面 然后看见自己年轻时候 的种种的丑陋和不堪 尽出了一身油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段训言 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过 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挺爱自省的人 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可能这些都会有潜移默化的 你现在偶尔会惊喜一身油吗 会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开始关注你 在你身边赞美你 从一开始觉得很怀疑 然后到受风落进 后来倒觉得 自我感觉开始有点不错了 然后就觉得 那我是不是 应该 刻意地说一点什么 说一点有水平的呀 或者怎么样的话 可是当你 当你这样那样的时候 你却没有等到你意想中的反应的时候 你会一下子恨不得有一个地方给钻进去 你会发现那种膨胀和骄傲 它会让你的尾巴就竖起来了 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自己还不自知 然后之后懊恼目击 每人都已经看见 对 是这样的 清除了一身油 就是这样 我们俩聊的感觉都要睡着了一样 两个人就 这种深情模式 对 没有 还有什么你现在可不想聊的 其他的 我觉得就不要在视频里聊聊 对 对 以后可以慢慢聊 有的是时间 对那部分 魔鬼的部分慢慢聊 下次偷偷聊 我看了你们第一期节目 我就觉得我应该能跟徐老聊到一块 就是一个心理疏导 我觉得就会把这一次诊疗费打到徐老的卡上 你最想看到的 其实也跟谁对话 我想看到他跟一个普通人对话 你解脱了 哎呀 解脱了 我没心见 因为毕竟在夸老是吗 在你的地盘也不找不夸人 就这样了是吧 你就这样了 我觉得姚晨是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 《林外站》是一种新的语言 这种语言是当时互联网的语言 刚刚兴起那种嘲讽的 那种反英雄那语言 他一下就进入这个语言的系统 然后微博是一种新的语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